不像小的时候这么浑浊闷愣 哪都好 可有一样越长越寒碜 小时候就丑 大了越来越丑 家长看着也烦腾 他爸爸老看着 哎呀我的儿啊 这以后可怎么弄啊 长成这样呢 他有知情 没事啊 没事 你放心 你别瞧我长这样 以后我当皇上 有个惹事 不许下说 我以后当王爷 啪 你看王爷 你知道什么 我当驹马 啪 我当骏马 自然都知道 还漏 这八道的 别这样 一天到晚的给我惹祸 听话 我听话 在家里是听话 出去可不是他了 有一帮小伙伴 跟人一块玩 哪都去 这天来再聊大象国寺 都认识他 家里是当官的 知道 这是宣的人的少爷 宣少爷来了 玩呗 老方那对他特别有印象 怎么呢 来一帮孩子就他寒陈 知道 玩吧 好 哪都去 这屋玩那屋玩 玩了玩去惹祸了 怎么呢 跑到罗汉堂去了 罗汉堂里边摆着十八罗汉 都拿着各种的冰镇 各式各样的造型 他看着开心了 他拎着棍子进去了 这长得太寒陈了 这东西 他说人家 他跟里边耍 因为每个罗汉的造像不一样 他跟人学 学来学去 前面有后边还有呢 后边这一棍子躺 后边这罗汉脑袋掉了 脑袋掉了 这怎么办 老和尚你骂我 不行 我把整个身脚都打碎了 这样他就不怪我了 气球咔嚓 气球咔嚓 全打了 一会儿工会儿 老和尚领着小和尚们都进来了 您这是干嘛 拆签呢您这儿啊 我嫌他丑了 我给他打了 老和尚都快哭了 你自个说的话你信吧 你嫌人家丑 先如今孩子孩子你惹了 他天大祸 什么事 一会儿皇上来 大象国寺烧香起伏 肯定要来罗汉堂 你知道吗 如果到这儿十八罗汉 短一个 这可怎么办 你说吧 现弄来不及 现在想想 我站这儿行吗 我说看了看了 太寒陈了 你凑合吧 那就凑合吧 归之厘所了 等着吧 一会儿工会儿 皇上真来了 老和尚说 让人盯着那海边上走 皇上不去罗汉堂 婚子罢了 要去罗汉堂 真把他处在那儿 现弄来不及了 等着吧 皇上大殿烧完香 咱们百嫁罗汉堂 皇上点点头 都给您准备好了 来自罗汉堂 一瞧这十八罗汉 个是个样的 其中有一个罗汉 稍微的小了一点 个矮 那些罗汉个高 这可能差几头 皇上眼神也不近 瞧了瞧 也没说别的 就走过去了 这算踏实了 大伙说这孩子 以后可别让他来 推淘气 踏实没事了 皇上回了后宫 直作压花子 太监说 您怎么着 就是瞧十八罗汉 有一个怎么那么寒臣的 怎么这么丑呢 谁总想到 这么丑的人 日后上了梁山了 叫丑郡马宣赞 梁山坡一百零八将 每一位英雄 都有很多好玩的故事 一句话两句话可说不清楚 不过这些为英雄 替天行道 惨恶出奸 可是为老百姓 做了不少的好事 至今 人们依然传送 这一百零八元 好汉